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派选手纷纷落选 比当初国内的火箭少女101的排名争议性还要大 但是 在出道名单中 就有一位乐华旗下的选手 就是崔依娜 当初乐华派出的三人小分队分别是王一人 崔依娜 金诗犬 因为那个时候 大家关注的焦点 都放在中国级一人王一人身上 因为作为唯一的中国选手 同时你先的颜值 也成为众多网友pick的对象 到后来 随着王一人的淘汰 也让大家关注的焦点 放在了另一个人身上 就是崔依娜 如今 终于不负众望 成功出道 乐华娱乐在上半年在创造101中有吴轩仪 梦梅琪出道 而produce48又有崔依娜出道 简直堪称选秀节目当中最大的赢家 大家对此怎么看呢 喜欢小编的文 正欢迎关注 第一时间带来最新娱乐资讯